我家里随时用笔啊什么 我的太太嘲笑我说 你的笔啊比校长还多 真的真的 因为我很喜欢笔的嘛 比如说那个钢笔啊 毛笔字我收藏很多 诶之前今天我们很不一样哦 对过去我们每一期 我们都一定是在 Benet Institute办公室呢 录制这个podcast的 那今天呢我们特地呢 来到太平心坊 就是为了要见到这位 书法老师 这位书法老师呢 是来自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的 马发强老师 所以欢迎马老师 可以请马老师就是 自我介绍一下吗 OK 谢谢两位副者 你们好 因为我小弟是叫 马 姓马啦 叫发强啦 我是住在这个 小小的地方 十八町啦 渔村出生 过后我是在 我的店是在新版 从事做玻璃啦 是这样 我今年也是相当 岁数也是不少啦 可以啊 顺便五十多岁啦 书法是我种爱好啦 所以难得这两位小姐 过来采访一下 就是我们是互相交流 做一个交流这样 给大家认识一下书法 它的功用 这不仅是能够写 而且要有深度 而且要更加了解 我们书法是人生最重要 这个中华文化是最重要的历史嘛 很悠久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 借此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分享这样咯 马老师你常常去冰城 就是参加比赛 参展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参展的时候其实是 所谓参展就是你们写的字是吗 参展我们的作品咯 其实书法作品啊 这样咯 很多了很多地方我们都有到过 书法作品是什么样的作品 书法作品一般上我们写好了的 甚至表好了的咯 所以我们直接会送过去咯 主办单位看他有要求多少幅 一般上都比如说两幅或十三幅咯 不一定 甚至有的是有放箱框之类的 所以所谓的那些好像文字是 一般是就是比较像 像我们这边看得到的是那些文字是吗 诗词那些咯 诗词 对对诗词 或者一些经典名记咯 比如古代的 比较次乡的 好像人生的左右名那些啦 我们都会写的 对对对 编册我们每一个人人生要走的道路咯 更加积极那些 他有贯彻这一类的精神咯 我所知道的就是书法嘛 其实像中文书法中国书法 其实它包了很多的字体 字体有啊 对不对 所以是有特定的字体吗 还是根据你们的个人风格呢 还是说有特定的场合需要用不同的字体来表达 我们都会根据传统的方式 比如说一系列啊 他有的书体很多 比如说东顶文啊 架古文啊 比如说大传啊 小传啊 接下来就是行书啊 例书啊 甚至草书之类很多 太多了 百花其放 甚至你过后我们首先是要领帖嘛 对不对 我们跟一般初学入门的学员者一定要按部就班来写这个基本功 过后你可以制成一家 好像称入啊 个人的就是制成一家 我有的味道 我的风格 但是学书法的过程呢 它是没有说捷径的 必须要按部就班来学 比如说那个横啊 撇啊 树啊 那些都要的 所以凯体是最基本的是吗 对 因为像我们小学开始学的其实是凯体 那是最基本 然后从凯体才来慢慢 演变咯 再转变 因为在学的过程也不可以超之过急 最好你是杂根咯 比如说我个人呢就会三四种书体 倒反写也会写的巴勒的字 把它翻过来写啦 翻过来写 比如说是镜面的 你在镜子后面写的话 对 倒反 那像马仙师你是比较喜欢哪一种 我通常呢 我都会好像叫凯书啊 行书 律书 长颂 扁诵之类 因为这些书体啊 对我个人来讲 因为有我的做生意 写专门写书法呢 细细相关 因为比如说 陈如很多神庙有邀请我写嘛 所以甚至他们 比如说他们会写纸杂的字啊 写这个镜片 比如说主线牌那些等等 那么我必须要变通吗 因为它的尺寸是肯定 问题是我会多种书体 我用不同的方式来写在里面 写在这个镜面里面 甚至纸杂里面 是这样 你不可以呆板的 所以说你写凯书 你就写凯书 但是因为有个地方 它有限制书体嘛 限制这个字体 它的字翻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整个字翻里面写进去 所以我们就会变通咯 所以我就是懂得很多样的书体咯 是这样的因素 老师那所以其实现在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来到太平 就可以看到很多庙有您的字吗 还好咯 比如说我前阵子写那个百多年的九王爷老庙 他是在独拜路那边 如果你们有顺利你们可以去那边打卡 我直接在那边写 写很多大副的 直接在那边 因为我那个所谓写 我都是用气烧来写 油气的烧 甚至毛笔扁形的 人家谁才画那种 因为我只是点 直接点本笔 然后直接在那边挥 这样我也是有录制下来了 现场挥号 对啊 所以对对对 它的字大大只上来到20寸两车这样 因为它有教我写几幅嘛 我直接 但是我安排多天去那边 将那个工程完成咯 所以我想知道像书法嘛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毛笔 是这样子讲吗 对对对对 比如说有狼豪啊 大剑豪等等之类毛笔 因为看个人的用法不同 而且它有长风笔啊 短风等等之类啦 最主要像说我们写习惯了 我们找的毛笔就 以一般上不同的咯 比如说你去文化 人机店买的 当然不会买到一些好的毛笔 什么呢 它是普通性 然后对我们比较专业来写的话 我们必要挑咯 挑了过后我们就写得比较顺畅啦 因为这个是好像说我们用的毛笔 好的所以写出来它的风格 甚至它的笔封都是啊 我们写得最好的了 发挥到淋漓尽致 它的功效嘛 功能嘛 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是会配合不同的需求 来选择不一样的毛笔 是这样子讲吗 还是说 我们会挑选咯 是这样我们甚至会拿来增长 好像说我们买的毛笔哦 比如说一直来到百多两百块 必定啦 甚至几十块都有 因为我们有时写各种各式的书题 它的用法又不一样 这很相当的关系的 这个其实挺深奥 作为外行人来讲 其实我也不一定会理解 但是非常谢谢 就是老师跟我们稍微分享 那老师 你个人的喜好呢 你有没有特定你喜欢什么样的毛笔 毛笔的话 但是会收藏咯 比如说有大肩好长风笔都会 然后我通常就是用中风咯 中风因为它的功能 它会随时变通 比如说写出来书题 我们要发挥的话写撇那些之类 它会做得相当好咯 然后长风笔啦 一般上我们学书说写那个草书就OK咯 因为草书它是用拖的方式 所以它不必太短的咯 它长写的字比较嫩一点 没有这样用力度这样去发挥咯 可以的 甚至这样带过去咯 比如说你行书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用中风啦 那么写的过程 比如说写硬度也可以 软都可以 它会发挥到这种的功效出来 那一般都是用墨嘛 是吗 那墨也没有一定的讲究呢 墨当然我们比如说 人家拿来收藏 我们买一些墨字比较好的咯 因为比如说 它有一些有药材的 甚至有它特别调浓度的 所以它写的 这个墨很重要咯 比如我们拿来收藏 甚至我们要拿去表 肯定我们要放一些墨比较好 比较高档一点的 甚至它写到 然后你挂上表出来 它甚至几十年它都会脱色 一般上如果我们在文具店买的 肯定不能用的 甚至你掺到水分的话 它会发出那种味道 甚至会变质咯 所以导致你整幅的作品就 作废了咯 很可惜 比如说你写得很好的话 所以等于就是 失去它的功效咯 所以像那种买这种高档的墨字 在这里马来西亚是买得到的吗 我们会通常通过他们专业人士 比如说他们专门批发的 毛笔之类的 文房试法 我们会特地去挑咯 然后我们用的过程 我们会拿多样的墨字来比较 如果等于方便可以去我的店 我们可以提供给你看咯 很多啦 因为有时候我们用过了 我们就知道 而且它写出来 墨字比较好浓度的呢 它会不会变色 甚至它的字会有一点光亮的 哦 它有这样差别咯 通常有的人 一般上他们不懂 就是觉得文具店就可以买到了 这个是没有错 问题它便宜 它的墨字就比较普通话 所以高档的墨字应该也比较贵是吧 当然啦 这个是当然的 包括毛笔之类一样 对对对 那刚才像老师提到文房试吧 我们提到了毛笔 我们提到墨 笔墨子 那笔呢 笔有讲究吗 笔就是这个宣子咯 宣子比如说一般上我们通常会 它有分手先 半身手的啦 意思说 笔方面 我们一般上灰的过程 如果是半身手 它会信的 如果不普通的话 你写的过程 普通的笔 它会发 做么你会看到有人写的过程 这奇怪会发 它就变样了 因为它就会发出来 因为它没有经过加工嘛 所以会导致这样 然后我们会挑一些叫做半身手的笔 然后它就容易细墨 所以变成不会走样了 你写过后之后 还是加上一般上你要写的时候 你沾墨很重要 因为要沾墨 因为要把这个墨 炸到好处了 因为你的压的过程很重要 好啊 那老师 所以四宝都提到了吗 还有一个是燕 燕 那燕呢 燕是那个人家通常叫 白瓜嘛 白瓜那个是 当然我们是 我有很多片 很美的 我是拿来收藏 其实是可以用的嘛 然后我个人有五六片 这样六七片 它就有龙啊 有粽啊 有松 很美的 那个有时当然是可以用 但是我们拿来是白色啦 对 现在比较少自己磨磨了 磨也是可以 但是很浪费时间嘛 因为时间不允许嘛 通常我们会直接买好的墨制 然后倒在那个盘 墨盘就OK了 就可以写了嘛 不用不必啊 你再磨就浪费时间了 比如说我们去一场大会啊 或者展览的地方 他要叫我们回 我们才去弄那个墨 就很浪费嘛 甚至时间就延误了嘛 是这样的情形 那我想问刚才你提到磨磨 有一定的理由为什么要磨磨 它有差别吗 磨磨跟就是磨制本身 磨制当然你要调好一点 它有浓度嘛 那个品牌好的 然后磨当然它会磨制会比较浓咯 但是过了一阵子它会干掉咯 因为你不要调那个水分很重要咯 当然现在通常是现代的人就比较少磨啦 那个院我们是个人拿来增长的 是当作美观啊 排的必出很多 那老师你说你用来做增长的话 你的喜好是什么样 为什么要拿什么样的会让你要做增长 因为它很特别嘛 比如说有龙啊 有风啊 有钟啊 所以它做出来的形状啊 真的看到会很吸引人家 好像一个礼品这样 一个拍摄品这样 看得很美很美 就是讨人喜欢那种咯 那我想问刚才老师提到的主要都是用 都是属于毛笔字 然后老师有硬笔吗 硬笔有啊 你也有做硬笔 有有硬笔有 因为硬笔我其实曾经 第一次那个基隆坡学 我堂第一次主办嘛 我也是进道决赛 因为全马嘛 全马算千人的 而且那个时候我有进道 然后大会有争送我们礼物咯 这样甚至过后 我那个时候是马斯的团长 然后我就特地跟基隆坡 借那个书法作品 他还处在一边册子里面 我把它借过来 在太平华联督中那里展览咯 所以我北马区的朋友 甚至宜宝宝的朋友 说 哎 发墙你这么有这些作品展触 我说当然啦 我跟那个基隆坡学华堂主办 单位的负责人借过来嘛 然后我们以个人马斯的名义来展触咯 这样因为给一些爱好者人 可以提供去参考参观嘛交流 这样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兴奋 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事情咯 这样 那硬笔的话是哪一种 是铅笔钢笔 有要求吗 硬笔的话 有有当然有 比如说那个硬笔呢 那我们通常我都会买0.7的笔咯 那个圆珠笔 然后钢笔也有咯 因为钢笔它是写的过程又不一样咯 钢笔最终也是要买好的 通常你买的不好 它会露那个音啊 那个墨资出来 所以导致形成整个作品就坏掉了 那么我是蛮喜欢写硬笔的啦 因为硬笔我是通常写 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经常比赛啦 这样咯 所以老师到现在有还在持续的就是 活跃于参加比赛吗 当然我现在目前比较少比赛 都是去表演比较多 展览比较多 甚至人家邀请我去回号咯 这样咯 通常 好比如说下个月 10月份 我由这个太平官方 他有邀请我去展览 做展览 因为大器年MCO 他们也是有举办这一系列的活动 有关这个文化东西嘛 所以他有要特地邀请我们去展览 他的小知识这样咯 恭喜老师 那就我们就先玉珠老师展览 很顺利 那老师刚刚跟我们介绍很多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老师真的是数十年功 然后才有办法 像现在很自如的可以讲说 现场辉豪啊 然后那些过程 那我们有留意的老师 现在您是隶属于 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 北马区的就是联络主任 对 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组织 组织其实是这样的 包括画画都我们大家都把皮纸拉在一起咯 这样基礼关系 就是制造一个平台 给每一个人有发挥的空间 你总不可能一个团体 你主办画画而已没有书法就别的有一点缺陷嘛 然后比如说书法没有画画也是不行嘛 当然是可以啦 因为其实是两样都相不相成啦 对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毛笔比书画还重要咯 因为照一般上他们老前辈来研究的话写的话 画画比较容易 那么书法比较难度一点 可以分享这一部分吗 为什么呢 很有意思 这么讲的话 因为那个是画画 也是初学嘛 因为看人家的阶级 而且看个人的眼光 所以不一定嘛 比如说说画画有油画 山水画等等之类嘛 山水画就是中国的画画嘛 所以个人的画工不一样 比如说有鸟啊 花之类啊 竹啊 鸡花等等之类 这个山水画 甚至画一些风景人物 然后比如说油画 就好像是内似的西洋画这样 所以他们会买一些 好像人家通常叫做庞布啊 庞博啊 他是土上气了过后 给它干了 他们就拿来做画咯 所以他肯定会耐伤很久 那个叫这个油画咯 油画它的范围也是很广啦 不一定是说 当然他们画山水画 画树木啊 都有的 因为看个人的发挥功能 甚至老师他们喜欢的东西 甚至画一些抽象画都有的 像咯 所以老师说 刚才说 画画会比较容易 对 相较于书法 书法比较深奥一点咯 它的层次 因为书法它会变通嘛 所以不一定嘛 如果你有些画画 你基本都可以尝试学得到的 马上就可以上手 书法就不一定咯 你虽然会写 但是你要写到精 而且写到美那种 而且工整 又看得很吸引人 那才是真的功夫 哈哈 所以他每一笔 每一撇 对啊 都有一定的意义所在 对啊 但通常 当然很多人会写 有的人要写得像样 比如说 在我个人的比赛过程当中 我会体会到这一点的 你不仅要写得美 而工整 而且力度咯 你的作品 人家百看不厌那种 才是重要的 有的人好像咯 人家看一次 人家就不要欣赏了 就是等于你的 没有到那种程度 那种功夫 好像我的就不一样 我很多人会比较喜欢的 这是 因为比如说 我写凯书 行书那些 都有一点特别的味道的 而且他的功能 写出笔法不一定 跟人家不同 等下有机会 我们去见证老师一下 老师的那个书法 所以那老师会欣赏 什么样的那种书法呢 书法 其实我个人 当然我会写 当然我也会接受 别人的作品 因为百花齐放 个人的写法不一样 所以我也是很乐意地 去接受别人的 去采摩 去观摩 不仅是我 当然我个人会 但是可以去学多样化 跟上一层楼 我是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我们书法呢 不可以限定的 好像蛮于状况 那个是一种错误的 那你会注重什么样的特质 就是说你会去观摩 其他人的话 那你会注重什么样的 比如说去观摩的话 过程过后 我会去模仿 看他怎么样写 比如说我写一个符字 他写一个符字 有什么差别 而且在他那里收笔 落笔 是停顿 所以我们会特别去研究 好 老师那这样我们就要问老师 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很好奇说 老师是怎么样培养自己 对于书法的 热爱 对 和兴趣 对 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我刚踏入去学习做玻璃嘛 因为我刚好那个 今天的老板 真的老板 以前是读古代的书 他是在中国啊 以前那个老前辈读书 他好像说有分这个秀才啊 状元啊 那个基地啊 那些等等 那个玻璃店的老板 其实他的书法是蛮好的 因为在太平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他是老前辈嘛 他做的玻璃精装 每个人都会懂得他的电号嘛 所以无人不小嘛 所以他的书法相当厉害啦 那种写到那种功力咯 所以因为我有去他的店 因为他是有流传下来嘛 保留下来 因为他的爸爸走了 那个店有流着他的书法 增记嘛 所以我特别会喜好 而且看到我真的是很 那个人写的真的是有到一个一定的程度 那种功力嘛 所以我被他射受了 所以过后我就是做工 我会特别啊 很多地方有展览 我都会跑去看啊 参观 甚至去偷诗这样咯 啊 然后我是自修的吼 我没有老师的吼 讲真的 我是在那个过程 我是自己摸索出来 而且去经常去比赛 所以 因为我写了蛮久的时间啊 是整十年 过后我朋友说 哎 某某老师啊 某某人你做某 不要去比赛看看啊 我说 倒也是是吧 我们去比赛 甚至可以交流到一些前辈嘛 书法他们的写法不一样 甚至可以认识一些书法 老前辈啊 做朋友嘛 交流 那么我就尝试去比赛咯 就有2003年那个时候 在太平第一次去参加城市中子嘛 去比赛就被选到咯 那个我虽然是选到优秀奖 但是我觉得也是蛮宝贵嘛 这个是我踏出的人生第一步嘛 觉得是蛮棒一下 那么过后我会经常陆陆续续 去比如说以保回移村比赛啊 巴黎问答 我都会特别的跑去参加咯 是这样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刚刚老师说您受到那个 做镜框的老师傅 他书法很厉害的影响是说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镜框 上面会有一些题字吗 是这个意思吗 题字就是叫白品嘛 白品是我们叫唐号嘛 比如说我个人姓嘛 就叫做福峰嘛 比如说陈小姐她是姓陈 就是说硬川啊 比如说姓林是西河啊 比如说你姓李的话就龙西咯 是这样 比如说姓周呢就是奴南咯 他是这样的 姓林是西河咯等等之类 明白 所以就是基本上 除了那个玻璃垫之外 它上面会写一些字 就是讲那个姓氏的唐号 所以从那里你就欣赏了 不止玻璃的美 还有那个书法艺术的美 对 是这样 被他感染到咯 所以我就过后 我就很用功努力的去在那边 钻就了摸手这样咯 包括领贴咯很重要咯 所以我们就看回来了 我们回家 放工有没有地方去吗 就是在家里练习咯 练习锻炼咯 就是给我锻炼出来 是这样的情形 很认真的一个过程 白天学艺 晚上继续锻炼 不过也是要 费了很长的时间的 因为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 因为书法 我刚才都谈过嘛 不是接近的 比如说你要写硬笔的字 也不是有问题 人家说 划到老学到老嘛 但是呢 最重要就是要一种精神 你要认真的学 是这样的情形 而且最重要就是 你身边要人指点 你才不会枉费咯 因为路要不然 通常我是觉得 就是有一些些的遗憾咯 有的人他会自己写 但是没有遇到老师的点评的话 他写来写是在那边 叫做瓶颈嘛 我是觉得是这样 当然我现在我写了比赛 这样多长了 过后我也是不断在提升嘛 也是尽量在摸索 对 只要更上一层咯 写得更加精致那种咯 我是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咯 啊 那你是怎么自修的咯 因为老师你说你没有去拜师学嘛 那老师是怎么开始去自修 自修是这样的 我看了过后 我甚至现在有手机嘛 会拍下来 我以前是有相机嘛 拍下来 然后拿回家研究咯 怎么人家写这个符这样美 我写的就是东外西道 甚至写的很丑那种 我会比较一下嘛 所以就会在那边的下苦工去砖究咯 怎么他下笔咯 这样美 比如说铁痕啊 甚至他手笔等等之类 会做到很好 甚至看了会色受人心嘛 我是觉得 哇这个人写的相当很有功夫咯 很到位那种 真的是书法那种造词啦 是这样 很棒的过程 我相信老师刚才讲这些 应该也提醒我们大家 或有听众 有兴趣往书法发展的 其实那个耐心 然后毅力 然后去见习别人的作品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对啊对啊对啊 老师请问你现在每天 还会写一些吗 每一天啊 每一天 我通常会练习咯 意思是说做热身嘛 当然我忙起来都没有时间 当然我会咯 我教你随时用笔啊什么 我的太太嘲笑我说 你的笔啊比校长还多嘛 真的真的 因为我很喜欢笔的嘛 比如说那个钢笔啊 我收藏很多啊 那钢笔我去到那里都买到那里的啊 他讲你比校长还多 你的笔 真的真的 因为我认同嘛 因为我喜欢笔嘛 所以我会买来尝试一下 所以你写的 它有它的特别的 因为比如说现在 那个盐竹笔嘛 它每一个品牌都写出来 它功效不一样 有一些盐竹笔 它写的会割我们的纸的 好像说你要拖的过程 它相当刺利 甚至你要发挥也是相当难 所以我们会感觉得到 我们会写书吧 硬笔的话 我们一拿起那个笔 我们写就会感觉到 这支笔好用不好用 因为我的习惯嘛 所以我经常 比如说去到那里 我都会喜欢买笔啦 看到我就会买咯 所以可是因为你当你买的时候嘛 你其实不一定会有机会马上试 所以你是根据什么样情况下选择 这个笔好像挺不错的 我想要试试看 你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觉得这个是可以拿回去 还是只是看外观而已 还是说 你知道说听说这支笔很不错 所以我想要买来试试看 看有的书店啊 或者是那些摊位 他们摆设嘛 买 但是我当然有的人给对方 他们有提供纸在那边给人写 所以我们顺手拿来挥挥一下 看这支笔它的功能好不好 会感觉到的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 所以很多书店啊 甚至那个售卖笔的地方 都会提供一些册纸啊 那个纸给人家试的 所以它甚至毛笔都有的 现在很多样嘛 因为毛笔比如说那个纸啊 那个写的就会沾那个水都有的 不一定要用墨词都有的 你们有看过吗 没有 没有看过吗 好像是 好像是 它里面是有水 不是不是 因为它是搭壁这样的 等着我店友我可以示范给你看 好 因为不一定要用那个墨词嘛 所以这个是很到来到这个现代化嘛 比如说有的地方不方便嘛 比如我们去旅馆 我们都可以带去啊 只是带一个笔卷啊 薄笔啊 干净都可以了 然后你一杯自来水啊 这矿泉水都可以写了 这个我看过 是 就是它是因为是纸的原因 它纸是有办法吸水 不是搭壁的 那是布的 它是布的 所以它吸水 它是用水来 那个看过 然后过一阵子是不是就会散掉了 对 它干了之后 我觉得让人家练习的 我买过那个是灰色的啦 灰色但是它是写黑白嘛 现在我买到的都是有颜色都有的 你写出来 它有粉红色啊什么颜色出来的 那个布咯 那张布啊 所以刚才老师说 像你现在去文具店 它会给你纸张测试那个笔嘛 所以当下你测试的时候 你会根据什么 哎 这支笔不错 所以我想买回去用 那当下你决定的那个因素是什么 是 它的笔写的过程很顺畅咯 而且你要好像说 我们拿来尝试写硬笔的话 它写到我们要的东西咯 会觉得不一样吗 比如说你写一个皮安纳 它都会做到那种好的程度咯 发挥到那种功效咯 所以像如果像一些像初学者 或是说一些对书法有兴趣的话 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啊 如果要开始学习书法 我是认为书法之类的就是更进一步咯 通常我会简单的 我们跟一些爱好者学习的分享 比如说有这个硬笔开始最好了 比如说硬笔我都会鼓励人家 去买中方格来写 中方格 中方格嘛 然后当然是有老师指点更好了 好像中方格你抄一行一行 比如说你写东一行西一行 这样咯 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你的写的东西 写的字好不好 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比如说我在教法当面 我会帮你指证咯 纠证 比如说写一个东 很多时候人家写都会写的特别长 甚至不够咯 不够意思是写到他笔画不够 变成那个字不是都很理想咯 这很重要的 其实他要分享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如果假设我需要想要学硬笔的话 那我只需要中方格 跟一支钢笔还是圆珠笔会比较好 圆珠笔都可以 圆珠笔都可以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自己学 对 然后如果能够拜师学艺是更好 当然了 当然了 当然你要找对对对象 找到那个老师比较厉害的咯 通常你找不到 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 大同小异的 意思是说他没有到这种功力 所以会写不出很好的成绩 陈如我曾经教过一个学生 他是相当厉害 我觉得那个学生 现在他是读form sex 他相当有潜能 因为他两姐妹 两姐妹其实 他是给以前有个老师 叫蔡老师 他是小学老师 过后他有学过很长的时间吧 小诗 但是我是觉得 他有一个瓶颈嘛 然后他通常的时候 因为写书体书法方面 因为主办单位是很奇怪的 你有的书体 你写的高高瘦瘦 变成他看了不大顺眼 而且那个他的功力没有这样好 所以会变成你拿不到很好的奖 所以因为这个是偶然机会 因为这个两个学生他的老爸 刚好去过马老师的店 就是很好奇嘛 因为我店排很多奖杯嘛 然后他去给我做相框 他说老板请问一下 这个是你的孩子的奖品嘛 我说不是啊不是 我说是我个人的 你个人比赛什么 我说没有啦 个人就是比赛喜欢书法嘛 你比赛书法的 我说是啊是啊 他讲 要不然老师麻烦你可以下 请教你一下可以吗 你方便嘛 以后可以教导我的孩子嘛 方便嘛 好像咯 我的女儿送过你的店 你帮他指导可以吗 我说好啊 当然好啊 你如有时间可以嘛 因为我都通常过了下午三四点 比较有空档时间嘛 我忙完手头的工作就可以了嘛 过后好像他很高兴咯 他回去跟他女儿讲咯 讲了过后他就偶然就刚好等他 你儿下午早上帮学过后嘛 过后他都会带他过来咯 甚至拿他的练习部过来嘛 然后经过我帮他点评过后 他学习的程度很认真 过后他去过很多地方都拿到相当不错的成绩 包括台湾啊 吉隆坡冯甲之类啊 都拿到很好的成绩咯 所以他相当高兴 他的小的女儿啦 那个我是觉得他蛮有前处咯 因为他写凯书方面 他都写得很到位那种 比如说我跟他点评过后 他真的是突飞猛进啦 我说哎呀哎呀 我老师惭愧啊 你比老师更棒哦 他都没有没有 幸福于老师谦虚的 没有没有 老师真的是他有那种潜能嘛 所以他现在也是很努力的去学 比如说学那个钻书哦 这个是很好的 好的开始嘛 那种学习的精神嘛 是这样的情形咯 老师呢 所以您现在也是有 有时候会教一些学生吗 像这样的缘分 当然偶尔有机会是可以教的 因为一路来哦 我都有去三四间教 我教因为我停顿嘛很忙嘛 本来我教四五先的在太平 比如说我之前有星期一是教马当取华 星期四是新班这边附近那个小学 星期五是我的家乡培 包括我家里咯晚间 然后星期六是太平一二校 因为过我忙 所以我不能啦 所以就把它整掉咯 所以就无法再继续教他们咯 所以我到时才看啦 因为有时很多校长都说 哎马老师你继续再教啦 甚至有的老师校长他们很高兴说 哎老师啊以后我退休了 无所事事你可以过来教我们啊 我们当中爱好嘛 可以学习 我说到时看了有安排 其实很多人都吹着我教啦 真的真的 因为我就是不能脱身啦 因为我这个职业很忙着工作嘛 所以你主要还是就是在做你那个玻璃的店 对 那你在做玻璃店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用到书法 有啊有啊很多时候嘛 比如说我专门写主线牌之类 啊你专门写主线牌 主线牌啊 我写主线牌 我过后也有上过电视台啦 但是我报端也是很多啦 太平各报媒体认识我的 新州南洋东方 我上了很多报纸啦 所以我们就要先跟我们的听众 很多是槟城的先啦 王老师其实在太平非常有名 当然在马来西亚也是 但是太平你可能跟很多人讲过都听过 是啊 还好啦还好感恩 其实因为我有写过两个字嘛 曾经喔 这个是很勇心啦很勇要 那个大老板表嘛 我曾经写过两个字一起嘛 人家拍卖到来到5929刷新 5929 很多啦 很不容易 对 老师那我们也想请问你说 刚刚您说你其实之前在比较不忙的时候 其实你也在四个小学教书 然后甚至很多的老师都会问你 以后有没有机会继续教他们退休之后等等 所以听起来老师其实对于 这个无形之中也在培育下一代 对啊 进入这个书法界的人才 对啊 对啊 接班人嘛 接班人 其实这个是我们中华文化嘛 我是觉得 只要他们有心 我都不会吝啬的帮他们指导啦 因为这个是我们毕竟我们华人的文化嘛 把我们艺术嘛 传承这是蛮重要的嘛 因为毕竟我们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啊 把好的传承下去 给新一代的学员他们更深的了解 只要他们的兴趣 我们就教得更加起敬咯 这样咯 那老师看起来对于下一代就是 书法界是很有希望的 那你自己是 包括您的组织也是在积极 因为听起来是北中南区都会有组织嘛 所以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新成员加入 到这个书法界里头 对啊有啊有啊 比如说义保他们比较努力了 因为他们邻居嘛 义保我们当然现在书号他们有理事成员嘛 团队嘛 所以他们会个别派去比如说去曼庸啊 去State One那里地带附近嘛 啊所以他们有一些队伍嘛 当然我太平市是我一个人比较活业 当然我们是有会员嘛 之前我们本来太平市有一个临时的会所 在电屋的楼上 不过过后那个负责的校长也是老了 所以也没有啊 然后他也是回到他家乡去余保那里住 所以变成没有人啊在啊这个负责咯 所以就关门大气啊 啊所以变成我们随意的会员啊 三十多三十多位四十位归纳以宜保咯 而且我比较啊有兴趣那种啊 到现在也至今也是不断的就跟他们联系咯 这样咯 嗯 那可以告诉我们就是现在马来西亚整体 或者是可能在霹雳州或是北马区 目前的书法状况是如何呢 嗯 不过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书法状况是蛮不错的啦 因为余保他们也落力经常有主办过嘛 啊 就这样去推动那种精神啊 包括那些老前辈啦 当然我看到的就是比如说我去到新加坡 然后一些zoho的我们的分会啊 他们的负责人会长啊 包括属里会长 他们总务那些都很落力去推动 所以我是觉得啊 比如说zoho啊 马六甲他们的文化气息相当龙那些 而且会栽培出很多的人才咯 我是觉得因为我去接触过嘛 啊比如说我参加新加坡 然后他们当天会啊 我们虽然是去拿奖 但是当天他们会特别邀请哦 我们马国的一些子弟们啊 一些学生中学小学的学生现场会好 但是我觉得哇 但是蛮蛮用心 而且他们会写的那种很好的成绩出来咯 是这样 所以要怎么鼓励现在的可能是年轻人 或者不只是年轻人 我觉得就是有兴趣的人来 要怎么去落力推行这个呢 我是觉得有时候会馆啊 一些团体也是很重要咯 要互相配合咯 好像说他的认同那些文化 他们都在后面的推嘛 必须我们要也是要后面的人来支持 我们才一种推动力嘛 不仅我们个人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包括我们团队啊 比如说通常我们新年到啊 新春都会有一些春年啊 书写这个是蛮重要 你从无形中从这边方面呢 就可以吸引到一些人爱好 甚至他们会自动 哎 要怎么去学 那么借此机会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要学的人咯 学员 还是甚至接班人都有的 当然书法是很内涵 而且很枯燥的那种的 我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嘛 然后你在学的过程 你不可能总不能坐在这边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嘛 然后当然我觉得性质就是说 练习十分钟十分钟就够了嘛 因为我就好像热枪啊 热身一样 就写写一下 就不会这样陌生嘛 所以我会保持这样的这个状况咯 好像我现在忙着档口啊 我在我太太有空 我就拿一纸张画画啊 所以往那边抽地很多笔的 往那边那些我会信守在那边回 我很喜欢的 对于等会跑去买一多一两支 这样在那边写啦 这边那边啊 在那边自己兴趣在那边回回一下咯 觉得是蛮宝贵啦 好像当做这种锻炼嘛 才没有这样热身 这样断断续续嘛 通常你不可以总不可能 你要在写的时候你才来练习 不可能的 包括一些其他的参赛啊 那个选手啊 比如说那些体育都好 你平常也是要多少要顺念嘛 才没有这样那么深书嘛 对不对 书法也是这样 书法也是一定要练习的 你要充实 所以更进一步呢 你总不能停了一段时间 你写了相当辛苦 甚至很陌生 不是说不可以写 就没有写的那样好 而且那种到位咯 是这样 通常我会鼓励心境的人哦 他们写的时间哦 不要太过长 好 比如我教课 通常我教课的话 都是50分钟这样 一个小时五分钟 有的人写了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没有用的 因为这个你整 叫那个小学生 中学生小学生 坐在那边 摘在那边 就是很费力的 而且他初学嘛 他不会掌握 他越写越辛苦 而且写的乱七八糟那种 都有的 都有的 我是觉得只要时间 但是最主要他做到重点 才是一个方法 才更是一个进步的阶梯 没有你做了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你没有用吗 写不出那个功效出来 写不出那种成绩出来 也是等于零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嘛 通常我会鼓励一些人哦 比如新晋的人啊 你Gelo7的笔啊 硬笔啊 研究笔啊 中方的写一行两行 你那些写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都ok的 明天你要忙你的东西嘛 你累了嘛 你放出 明天有空再操操 当然是你要找对的老师咯 很重要咯 因为老师要懂嘛 他本身都不懂 而且也不是很精厉害那种 所以会写出好的成绩咯 比较慢啦 不是不可以 比较慢咯 那我会说 书法其实也算是艺术的一种 是吗 那他在写的当下 是不是有时候跟心情也有关系 就是如果心情好 写出来的东西 当然啦 好像说我个人表演 我的经验啦 因为那个时候 你不管你前面站的是 某些人物来讲啦 某些高官某些人物 我们都不要受他影响 那个是表示我们尊重 然后我们在写的过程 我们是心平气和 而且心要淡定下来 好 而且比如我比赛 我们也有这种经验啦 你总不可能你慌张啊 那么你要发挥就很难了 你当着去交流啊 去观摩就可以了 那种心情 不要说我今天我特别跑去 比赛一定要拿奖 那么你会觉得你自己 很相当的压力 因为你去到那个场合的话 你务必要把平行进去下来 你尽量把今天所要写的 你呈现出来就对了 好比如果曾经 遇到一些前辈啦 他比我们那个年代啦 甚至比我老的那些前辈 他们去比赛参赛的场地 他们马上没有写的喔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大会给他40分钟 他没有去写的 他就在那边兜 去拿了报名费 报名那边柜台 然后他拿了纸张 放在那边坐纸 然后去那边抽烟 然后整场去走走走 等到剩下最后的20分钟 20分钟 他再写写写写写 然后交上去 当天他们是冠了聚军人 是这样的简单 所以他是根据他当下的心情 对啊 保持平静 写书法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给我们修心养性嘛 所以会谈到这一点嘛 叫修心养性 把我们静下来这样咯 那除了就是比赛 或是表演的时候 需要有这样子一定的这种心情 那作为就是当做爱好 那也是不是会 比如说我心情烦躁 我是不是就是去 假设如果我对书法有兴趣 或是像老师如果今天心情烦躁 那你会不会用书法来 就是调剂自己的心情 让自己稍微 还是说是另外一种 就是说啊今天心情好 所以啊我就是想要就是 写一下书法 对啊 当然我们在会的过程之中 比如说写作品 我们把心情要整理一下咯 我们那种心情那种心态咯 这个蛮重要 比如说我写的 比如说某些基隆坡一些富豪 那么我们就要调势我们的心情 啊那个情况要调 调整一下我们的心境咯 把它心静下来 今天要写的东西啊 其他东西都不想是这样咯 所以尽量把最好的呈现出来 尽量是这样咯 好那啊 老师你怎么看待就是 马来西亚书画的未来 未来其实是可以发扬广大了 因为这是我们华人嘛 我们就务必我们有种责任嘛 把它传承下去嘛 新华传承嘛 这是蛮重要我觉得 这个因为给新一代的人认识嘛 因为这个是尤其是我们中国啊 这个现在共和国家就是兴起嘛 所以这个是21世纪嘛 所以就是能够带动 不仅是在经济方面 啊贸易方面 包括我们文化方面也是 互相的息息相关咯 所以我们务必有这个责任 把它传达下去咯 好那我觉得我们已经差不多 就是要到尾声了 非常谢谢马老师 那一姐你还有什么 想要更加了解的问题吗 今天真的是谢谢志贤 也特别谢谢马老师 然后因为我们第一次是 离开槟城到另外一个城市 去做Podcast 谢谢老师特别拨空 然后其实我就是最后呼应 我觉得在老师身上看到很多 就是学书法作为一个 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老师提醒我们说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练习一个东西练很久 好像越久越好 可是老师说其实不是 其实应该有效率的 应该是说其实你可以放松的 去做这件事情 可能每天半个小时 可是你就写写书法 然后其实最重要是 持续有耐心的去做 对对对对 然后我有看到一个新闻说 练习书法的人通常都很长寿 所以我相信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心平气了的过程 带来身体健康 然后所以我们也要特别 谢谢老师 也祝福老师 都很健康 谢谢 辛苦啦 非常客气 辛苦你们啦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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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